嘿大家好 我是啾啾鞋 今天我們來講AZ 現在2023年 隨著口罩的完全解封 指揮中心解鞭 人類正在脫離COVID-19疫情的威脅 而其中幫助人類度過疫情的最重要角色 就是疫苗了 不知道大家都是打什麼疫苗呢? 我自己打了4劑 其中前兩劑打的是 AstraZeneca 阿斯特吉利康製作的疫苗 但嚴格來說是 牛津大學技轉給AZ製作的 那麼今天我們就跟大家瞭解一下 這間公司的發展史 其實AstraZeneca是由一間瑞典公司 Astra 跟一間英國公司 Zeneca 在1999年合併而成的 其中瑞典的Astra公司 至少在1913年就已經成立了 距今超過100年 因為在當時的瑞典 這種藥廠統一標準生產的藥物 主要都被來自德國和瑞士的藥廠 給搶走勢戰 於是瑞典的一位藥學博士 Adolf A. Rising 開始有了創立藥廠的想法 他找了另外一位藥師 Knud M. Schulberg 來擔任公司的經理人 因為他曾經擔任過兩間瑞典小藥廠的老闆 同時還是瑞典的藥師協會董事 有豐富的管理經驗 在業界有許多人脈 第三位關鍵人物是 Hans von Euler-Chelping 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生物化學家 後來在1929年還得到諾貝爾化學獎 他主要是負責擔任研發顧問的角色 有了這三位重量級人物的號召 他們在瑞典一共找不到400位股東 其中有300多位都是醫師 藥師 牙醫師 物理治療師等等醫療從業人員 他們用拉丁文的星星 Extra為公司命名 希望公司成為瑞典製藥界的一顆明日之星 他們推出的第一款藥物是毛蒂皇 一種心臟病的藥物 公司成立沒多久後 一戰就爆發了 這時候國外進口的藥物開始短缺 而瑞典又沒有參加一戰 就是正好讓Extra公司 搭上了時代的機會 迅速佔領了瑞典的國內市場 到了1917年 Extra進市場圍堅 有200名員工的中型企業 不過一戰結束後 各國的藥廠產能又逐漸復蘇 這時候Extra公司就開始失去競爭優勢了 於是在1920年 Extra公司宣告破產 並被瑞典政府收歸國有 被歸在瑞典國營的酒廠下面 但這張決策被許多從業人員批評 認為不應該由國家來壟斷製藥產業 與此同時 Extra公司還是連年虧損 其實政府很想趕快丟掉這個燙手山芋 於是這個時候 一位瑞典企業家 Eric Kessner 就看到了機會 他和瑞典的一間投資銀行聯手 和政府談條件 最後只花了一塊瑞典課堂 就把Extra公司從國營酒廠手裡買了過來 買過來以後 Eric馬上開始建立新的營運團隊 主要都是由企業家擔任高階主管 並且找來了企業家 Boye Gabrielsen擔任CEO 這個Boye來頭可不小 他的哥哥Azar Gabrielsen 正是Volvo的創辦人 弟弟Boye也不是省油的燈 上任Extra公司的CEO後 一幹就是30年 把Extra從破產一路做到北歐最大的藥廠 兩兄弟都非常有經營頭腦 1930年 Extra正式成立研發部門 從此以後除了量產現有的藥物以外 也開始自行研發各種新型藥物 比如局部麻醉藥利多卡因 高血壓藥物美托洛爾 氣喘藥Turbutalin等等 都是現在常見的藥物 另一頭我們來看看 英國的Zeneca這間公司是怎麼成立的 其實這間公司的前身叫做ICI 帝國化學工業 而這間公司又是在1926年 由4家公司合併而成的 分別是 普內門 聯合檢驗公司 英國燃料公司 和諾貝爾工業 對真的是諾貝爾講的那個諾貝爾 本人的公司喔 這4間公司都是英國的化工企業 由於當時面臨美國的杜邦公司 和德國的法本公司 這兩間化工業的巨獸 的激烈競爭 所以4間公司決定合併成 帝國化學工業 ICI來抗衡 ICI是在1936年開始 踏入製藥產業的 當時公司又找到他們 染料部門裡面的 六七個有機化學家 告訴他們說 給你們5年的時間 每年15000英鎊的經費 卻找到現在英國仰賴進口的那些藥物 想辦法合成出來 就這樣開始往製藥發展了 而其實ICI的製藥部門 跟台灣有一段特別的淵源 他們其實早上1947年 就來到台灣設立據點了 當時主要是因為 台灣的氣候濕熱 所以瘧疾非常嚴重 當時全台灣人口總計600萬 其中有120萬的人罹患瘧疾 所以特別透過洛克菲勒基金會 找到ICI來台灣 在屏東潮州的三星裡 測試他們新研發的抗虐藥物 白樂軍 最終成功讓瘧疾在台灣根除 也使台灣在西太平洋區中 成為第一個被世界衛生組織公認 瘧疾根除的地區 隨著製藥的發展 終於在1957年 正式獨立成為一個部門 不再屬於燃料部門 一直到1993年 ICI正式把農藥和製藥部門 給獨立出去 成立一間單獨的企業 取名叫做Zeneca 當時會分出去主要是因為 製藥跟農藥屬於生物化學的領域 跟ICI的本業是工業化學 兩個研究方向相差很多 所以他決定獨立出去的 至於Zeneca這個名詞 則完全是他們自己創的 也沒有什麼根據 只是當時的品牌顧問公司 建議他們 要嘛就用A開頭 要嘛就用Z開頭 這樣比較好記 然後不要超過三個音節 所以最後就取名叫Zeneca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含義 到了1990年代 製藥產業開始進入 全球化的競爭時代 當時Astra賣的最好的藥物 就是胃潰瘍藥物 Pelosec 而Zeneca賣的最好的 只是高血壓藥物 Zestril 兩家公司可以說是一個互補的角色 各自在製藥方面有擅長的領域 但藥物研發所需的經費越來越高 同時還要面對歐洲以外 全球化的高度競爭 最終兩家公司決定合併 Astra公司的股東可以拿到 新公司46.5%的股份 Zeneca公司的股東則分到53.5% 這場合併案是當時歐洲史上最大的合併案 兩家公司合併以後叫做AstraZeneca 巧的是 跟當初Zeneca公司的品牌顧問建議的一樣 真的一間是A開頭 一間是Z開頭 所以也簡稱叫AZ 那麼根據英國的醫藥諮詢顧問公司 Idea Pharma所發佈的Innovation Index AZ在2023年獲得第一名的評比成績 毫無疑問AZ已經是製藥界的巨頭之一了 而在台灣它身為一家外商企業 AZ仍然非常重視台灣的在地經營 有AZ台灣的A Catalyst Network 國際生醫創新鏈接網路計劃 獲得了2023年遠見企業永續公民獎 這是所有獲獎名單當中唯一的外商藥廠 這也能說明AZ很重視企業的永續經營理念 像是他們從2021年開始 將公司的業務車逐步更換成油電孔的車 也立下在2023年完成全面轉換的目標 在疫情期間 AZ提供台灣政府1000萬支COVID-19的疫苗 又幫助台灣成功抵抗了一場戰運 那我今天就要帶大家去AZ台灣的辦公室 一探究竟吧 哈囉 啾啾啾 你好 嗨 你好 我叫Kai 目前在疫情已經服務超過15年的時間 擔任CVIM的全國業務經理 很開心今天有這個機會可以讓 跟你介紹一下我們AZ的文化跟環境 對 說到環境 我覺得你今天還蠻開放的那種感覺 而且好像椅子都擺得蠻隨意的 大家可以直接走過來聊天這樣子 是啊 我們AZ現在採用這種彈性的開放式的空間 可以讓大家可以很方便的進行跨部門的一個交流 有腦力激盪一下 那我們現在AZ的這個開放式空間 也可以讓同事每天依照自己的心情 可以選擇自己那天想要坐哪一個位置來上班 如果有防紅的需求 也可以跟主管討論 畢竟我們AZ台灣就是追求一個 希望有彈性 自由 可以speak our mind 的一個文化 那同事也可以在這樣子的空間去做腦力激盪 可以有更多創新的思考 去幫助台灣的病患 講到這個 我剛才注意到 就是你們這邊的辦公室 名字都是用動物來命名的 為什麼要這樣子 講到這個我們自己員工也很驕傲 因為我們台灣的公司 是很重視我們台灣員工的心聲 所以當時公司有邀請我們所有的員工去做提案 最後去做投票的選擇 我們最後是以台灣在地的這些台灣特有種的動物 來做辦公室的一個命名 希望說藉由這些辦公室的命名 可以讓我們記得台灣有這些動物的存在 那此外我們不只是辦公室的命名很在地化 我們連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在大廳的接待處 我們是使用台灣花磚 在這個地板上 我們都是使用這個環保永續的材質的 回收寶特瓶所製成的 那另外我們在牆上也使用植栽牆 可以做這個空氣的一個進化 講到這個AZ 大家都比較注意到就是疫苗嘛 然後不然就是製藥 那除了這兩個之外 AZ在台灣有什麼其他生根的部分 我們AZ台灣現在很厲害 我們其實是在台灣投入最多臨床試驗的國際藥廠 我們希望說藉由這些不同的臨床試驗可以讓在等待新藥的患者可以有一些新的治療的一個機會 那畢竟我們AZ台灣就是以病患治療為中心 社會大眾對我們台灣AZ所認知的都是疫苗這個領域 其實我們是有生根五大領域喔 首先是包含是腫瘤 心血管 腎臟代謝 呼吸道免疫 喊病 以及疫苗和免疫療法 這五大類 那我們在台灣其實也跟著政府單位 公衛醫藥界 共同一起去努力 希望去形塑一個更好的一個疾病照護這個願景 那我們在AZ台灣也致力於就是可以提供專業醫護人員最新的疾病的治療知識 那去創造一個更好的一個疾病的照護的環境 那同時我們也希望說透過不同的管道 讓社會大眾可以知道最新最正確的疾病的衛教的資訊 因為我們希望可以藉由這些種種的努力去積極改善台灣病患的一個治療的patient journey 治療的旅程 沒想到AZ除了大家熟知疫苗之外 其實還做了蠻多事情的 感謝Kai讓我認識這麼多 然後大家知道AZ大藥廠嘛 這個在台灣的投入也是不少啊 那大家想要說AZ這種藥廠是不是一定要生物科技啊 或是醫療相關的科系才能進這間公司呢 那我先幫大家請來AZ的人資長來跟我們聊一下這部分 歡迎 謝謝謝謝 你好 先喝一杯咖啡 大家好 我是AZ的人資長Baron 我今天有這個機會 然後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到底進到我們這樣的一個醫藥產業 需不需要相關的一個醫藥杯子 你知道嗎我們的總裁 他其實主修是mechanical engineering 好精細喔 對 而且我們的領導團隊 在台灣的領導團隊十個人裡面 我們就有五種不同的背景 有學外交的 外交 對有學氣管 有學人資 有學財務 也有學醫藥等等不同的一些背景 真的蠻多的耶 對所以你就知道說 其實你光從我們上層的這一些領導團隊 都有這麼多元不同的一個背景 更何況是我們四五百個員工裡面 都會有非常不同的這樣的一個背景 再加上進來了之後 我們公司呢一直支離於終身學習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呢我們會提供非常多元的學習的管道 你順暢的一個聲線的管道 那其實像AZ這種是國際 International的藥廠 那是不是人才進來之後 有比較多的國際交流的機會 要講到International的話 我就要請我們非常International的總裁 來替你介紹囉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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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是Claudio Longo 我是AZ的總裁的總裁 總裁的總裁 在台灣的總裁 可以分享一些國際的機會 給你一些國際的知識 在台灣的知識 基於你的個人的經驗 當然 會有很高興 首先 我們要說 AZ是一個國際的公司 我們有超過80個領導團 在我們日常工作 我們很關心的科技 我們是科技的科技 我們是科技的科技 我們很成功 在做科技 所以為了為了第一次 而第二次 其實這年 我們已經成功了 成功了 成為了最多的工資 在世界上 ID Pharma 我通過了 為了 為了 我們通常有很多 國際的機會 為人 為了 例如 我為例子 我已經成功了 12年 在那些12年 我工作了 五個國家 我工作了 在商業 商業 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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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在台灣有一個多年來 很快當我到台灣 我發現我們的台灣是一個招待的招待 在亞洲和國際上的組織 為超級市場的項目 我只是想告訴你 在過去15年期 我們有超過10人 都被推廣到台灣的項目 在不同的地方 有些會去紓士蘭,有些會去英國,有些會去中國,甚至去國際地區 所以我認為這就是我們的自然,這就是我們的文化 我們嘗試給予很多機會,我們嘗試幫助人們發展 global career paths in AstraZeneca 很棒的知識,AZ 提供了很多 global opportunities for 台灣的功能 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 好,那以上就是AZ 家公司的創業與發展過程 這系列做這麼多集,這次真的很榮幸,有機會可以實際走訪參觀 相信大家對於AZ 家公司,還有對於在一間外商藥廠工作 需要什麼樣的能力,他的工作環境,以及有什麼樣的工作機會 都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最後你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還有訂閱頻道,還有小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啦,掰掰